简报第六页这边 跟老师稍微分享一下 因为我相信 去年大家在谈AI 都是在谈什么 跟AI怎么文字聊天 对不对 那我们接下来的几个页面 跟老师分享一下 就是今年整个AI的发展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的方向 因为呢 今年AI不好意思 听说 读写都会了 写是他原本最厉害的 却不去提 对不对 说 现在不只是可以念出来 还可以有感情的念出来 这才是让人家觉得害怕的地方 那就像真人一样 读 今年的最大的亮点 是什么 视觉能力 AI的视觉能力 真的现在变得很厉害 他看得懂 听得懂 人 所看到画面 所代表的意义 还可以怎么样 还可以预测 等一下我们看影片 你就会知道 那再来就是什么 听 就是我们讲的语音辨识 这个应该是大家现在 最常听到 也可以说是最成熟的一块 那现在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简报第六页的这一个 这一段影片 这一段影片在这边 那我先给老师稍微看一下 因为这一段呢 就是我们今年一月份 Google 它所推出来的 来 OK 来 分享一下 好 来我们看一下 在这边 但当猫咪跌落时 Oh And it's a miss It looks like it was just a little too far away Germanine会修正结论 不止如此 但是我发现了 它真的 不止可以辨识 还可以怎么样 还可以 知道说 诶 那个猫 可能 做什么动作 没有成功的时候 它的反应 所以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不对 好 那 您看到这个之后啊 我们再来看哦 再来看看这边 这里 这里 来 这个是今年一月份 那今年一月份呢 我们再简报 第七页 我们OpenAI也推出了Sora 这个生成影片的服务 那这个生成影片的服务呢 更是让大家下巴掉下来 好 为什么呢 因为呢 生成影片其实不是新闻 但是生成影片呢 我们一般大部分 就以现在来讲也是了 第一个大部分是三到五秒钟 也就这个时间 可是呢 Sora直接把这个提升到六十秒 所以一次换大步 好 那第二个更是让大家惊艳的是 我们平常都是做局部的 也就是说 可能你是做脸部表情啊 或者可能动作像这样 但是呢 它把它升级到全面的 也就是人类眼中 所谓的物理现象 这个世界的运作的方式 它让大家 它看起来 视觉上像真的 你看这个班都这么清楚 有没有 事实上它的重点是 你看到 它倒影的地方 真的就像 真实世界一样 虽然我们现在 要使用这个特效软体来做这一块 是OK的 但是 它并不容易完成 而且呢 需要不少时间 可是呢 Sora直接用下面这个提示室 来完成 好 那我们再往后面看 你刚刚看到那一段 算是最早的 那像这个 让大家意识到了 我们的AI 也有运镜的效果 有没有 好像人拿着镜头这样拍 那您看后面这一段 就好像我们平常在看空拍机一样 对不对 你不能说今天因为上课就说 这个是假的 可是你在国家地理频道看到 这就是真的 没有 那您看看后面 这里还有 好像这一支 有没有 你觉得看起来像真的 来看像假的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你看后面这边 这个超特写 你不觉得 这个人脸 人的眼睛 看起来非常的细致 而且是炯炯有神吗 你什么时候那么认真 看过一个人的眼睛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像这个 他直接挑战市场 市场很难的 为什么 人那么多 你只要有一点点不符合 人类生活里面的经验 他就觉得看起来是怪怪的 好 可是你看像这样 转过去 既然后面是这个 好 那后面呢 我们再往下看 你看这里 车厢的倒影 对不对 你看像这样子的一个镜像 他必须要真的知道 这样的世界会怎么样 反射出这样的内容来 反射出这样的内容来 那另外你看像这两只 有没有感受到 真的 人家就是下面这个提示史 给他这样 生成出来的 真的非常的厉害 你看像这个 对不对 看起来就跟真的影片一样 实在是很难去看出他的差别在哪里 那你看最后 这个 这几只狗狗的毛发 有没有 还有那个血的细致的程度 你就会发现哇 真的 非常的厉害 那你看我们往左边左边 你来看一下像这个 就跟电影 拍摄的手法一样有没有 那样的光线变化了像这样子 所以呢为什么让大家下巴掉下来真的 大家没有想到说原来 现在这个 AI生成影片这么真实 所以 不只是有图没真相 有影片也是没有真相 真的真的 所以 很厉害 那今年的五月份 AI的天空更是热闹 对不对 你看五月份的时候 我们OpenAI特别抢在Google前一天 发表会 那他的这个发表会呢 是live的 现场 那么各位 待会 我们都可以一起试 因为呢 在这场发表会里面 目前 几乎他所提到的内容 我们 所有的 免费的使用者喔 CubeG免费的使用者 几乎都可以用到了 只有一个就是那种 就是 视讯的部分啊 就是摄影机拍到什么 然后就辨识什么那个部分还没有 那其他的几乎大部分现在大家都可以 在免费的状态下就可以用到不一定要 订阅的使用者 那我们马上看一点点 给大家看一下 好 在这边稍等一下下 OpenAI13号推出新 来 这里这里 好 那我们看喔 我们就从后面这边 来看就可以了 先了解一下到底 那那一天发生什么事 通通都可以办得到 Well in a few minutes I'm going to be interviewing at OpenAI Have you heard of them? OpenAI? Huh? Sounds vaguely familiar 这是AI的声音喔 这是AI的声音喔 那是超级的 Rocky 什么样的 议题 语气侵犯不时夹带笑声 很难想象对话的另一端 其实是AI Happy birthday to Jordan 有没有 还会讲笑话 OpenAI进行推出更高性能 更高效AI进行模 您看到像这样子 好 当然 比较可惜的是 OpenAI呢 他展示的这个声音 隔没几天就下架了 因为侵权 哈哈 他呢 他们这个 模仿的是 一部电影 叫做 云端情人 里面的这个 声音 那位女主角的声音 那 您可以看到呢 在这边 稍等一下下 各位还没看到 哎呦 在这里 在简报第九页 就云端情人 那这部电影的话呢 他就是在描述我们这位男主角 爱上了他的AI助理 他爱上他AI助理就是那个 他那个声音这样子 那其实说真的 现在 已经有 研究 也有报导 在说 可能以后 大家的 这个情敌呢 不再是真人了 有可能是虚拟的伴侣 就好像 我们家里面可能 有的很多人会养宠物啊 不然是狗啦 猫啦 蜥啦 蛇啦 什么都好 还是仓鼠 哎 有可能变成你的爱人 对不对 所以呢 现在 嫁过去也好 或者娶老婆 都要顺便 对方要能够接纳他是你的家人 哈哈哈 好 所以 这样的情节 我相信以后会有机会 好 那 所以说这个是 先跟老师们分享一下 五月份 哎就这样 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实际体验看看哦 那 当然呢 隔一天 我们 Google也不是省油的灯 虽然 目前看起来好像Google的 在AI发展的这种 脚步上 好像是比 我们 OpenAI 再慢一点点 但是 它也是有亮点的哦 所以 我们 也是一起来 看一下 简单的 看一点点 先把今年的 进度 把它追起来 好 那您往下看 往下看 在这里 我们看一点点 直接跳到后面来就好了 好 好 您看到它现在 那 part of the code do 萤幕上 哎 照到有一层 有些层次吗 哎 那么它就告诉你 这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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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你再看哦 那你再看哦 那现在也有什么 跟我们 Google智慧镜 What neighborhood do you think I'm in? This appears to be the King's Cross area of London It is known for its railway st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connections 好 接下來這個才是這段影片的重點 老師們剛剛有沒有注意看 他的眼鏡放在哪裡 诶 有嗎 有老師有注意到他的眼鏡放在哪裡嗎 你看喔 他現在問他這個問題囉 Do you remember where you saw my glasses? Yes, I do 他的回答是葉子喔 放在紅色蘋果旁邊 诶 老師發現什麼事情 去年我們知道 ChairdGT 你跟他聊天的過程 他會記錄起來 可是那是文字的資料喔 那現在呢 诶 你發現了 我們的AI也有短暫的視覺記憶了 有沒有 誒 所以他記得住耶 那這個就是他今年很大的一個亮點喔 因為呢 以後就請AI幫你記住就好了 你忘記沒關係 好不好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真的 像這樣的東西 我們在這個AI的發展 到了今年五月份 就真的很不一樣的 非常的不一樣 那麼您再往下走 六月份的天空 台灣最熱鬧 對不對 因為黃仁勳來兩個禮拜 這兩個禮拜呢 只有兩個 每天新聞就這兩個主題 一個叫AI 一個叫夜市在哪裡 對不對 好 那重點是他六月二號那個演講喔 所以他跟我們介紹的這三個部分 第一個氣象預測 好 那這個呢 其實我們現在新聞上 氣象報告上就會看到 但是他提到一個名詞叫做 數位卵聲 好 那其實用數位卵聲這樣的 名字呢 可能大家在看的話 覺得說好像比較陌生 可是啊 其實你如果用另外一個名詞 叫做模擬器 我相信大家就很熟悉 也就是現在我們的AI 運算能力都很厲害了 所以呢 只要把我們現有的環境參數 把它丟進去 所以你會看到現在氣象報告上 常常就會說 哎 美國預測這個颱風的路徑是這樣 好 歐洲是這一條 然後呢 台灣啊 日本啊 是走這一邊 對不對 好 然後大家都比嘛 因為每個AI的參數都不一樣 好 這是第一個 那另外一個呢 是機器人的部分 也就是說 以後呢 會有 尤其是這種大型工廠 可能就是都是AI化 那就沒有人啊 而且呢 他跟我們現在的職訊一樣 現在工廠建好之後 不是只有實體的工廠 他們會有什麼 一樣有一個在數位卵聲模擬器裡面的工廠 那環境跟真實工廠一模一樣 我們的AI呢 就在這邊做職前訓練 好 訓練完了 馬上到工廠就可以上工 所以會變成像這樣 好 那當然他提到的這個第一個跟第三個 可能我們現實生活上要直接接觸到的機會比較少 但是第二個這個部分呢 大家就有可能怎麼樣 有機會 每天都會接觸到的 好 那這個呢 他有一個名詞叫做數位人類 好 那這個呢 我們稍微看一點點 給大家先了解一下 好 你現在看到這就是數位人類 那其實說真的 未來數位人類 不見得一定是 就是要有機器人 可能是人的影像 可能是真的就是人型的機器人 在我們上網上的機器人 如果我們來的機器人 嗨 我叫Sophie 我叫你 Digital Human Brand Ambassador 給UNIQ 這是一個最大的事件 的Digital Humans 人類的 Digital Humans 人類的產業 從服務貿易 貿易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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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貿易商 貿易商 和遊戲 帮助招待美、相比较的、標説, 并贵水和工程寻找到 我們可以選擇好幾個設計 可以選擇 還有艦官員的腸活力 会更多 Спасибо, 或者醫治治療治療 手企業來操縱 感到越來越遙, 就來越來越大 我忘記了 medication施胎 還是要補充 那所以呢 您看到这边应该就可以了解到 今年整个AI的发展 有没有跟去年差别非常多 OKOK 有老师提到就是 那个播放影片的声音 可能会碍到我的声音 好没关系没关系 好那我们现在呢 来这里 这样了解之后 在我们简报12页这里 简报12页这边 这个我们就不看了 但是很值得老师回去的时候 稍微看一下 因为这7集的那个介绍 报道它是由台湾的近新闻 他们所主导的一个 这个新闻的节目 叫做躲不掉的AI时代 主题下的非常好 它针对了数位永生 AI跟二的距离 有没有 这几个议题呢 把它集结在一段 YouTube影片面 因为刚刚我们看的 其实都是国外的影片 所以你会觉得说好像 AI距离还蛮遥远的 但是呢 在近新闻的这个报道里面 都用台湾的例子 让你会更有感觉 那因为这个时间比较长 我们就不看了 那其中这个数位永生 他提到的就是 我们的那个包小伯 那位艺人 因为他的女儿三年前 因为癌症往生了 但是呢 他就把他女儿的声音 影像影片 依据这一个 把它设定一个 他的个人的AI助理 那就好像他怎么样 永远没离开过他 因为他往生的时候 他真的是一夜白发 那这个过程 把它拍成影片 让大家知道说 现在AI就是这么厉害 然后就把这个 人就好像活生生的活过来 当然这个以后会有很多 包括法律 道德上的问题 因为你看像这样子 大家以后都长生不老了 但是呢 这个过往了 他真的放不下 这个会有很多的问题 不过呢 我们在宗教界里面在讲的 就是你的肉体 就是 就是 等的 等同有没有AI上来看的话 他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一个宅具 那你真正灵魂不灭的就是 就是AI 那所以这个部分 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 那包括 诈骗集团也好 微飞坐呆的人 现在 工具零成本 那他们当然也不会放过 对不对 所以 好的工具 用在对的地方 就OK 但是用在 不OK的地方 只会更糟糕 所以这个是以后 我们要面对的 AI的一个 很多 很多重要的议题 那大家就可以 简单做个参考 好 这样子 先跟老师把 今年 AI的一个发展 先把这个历程 把它先补起来 那老师呢 可以先知道一下